從第一個大家不知道的博物館這邊 那您可以看到呢 我們在這邊 有一個如何查詢Google庫存頁面跟查詢網站的歷史 在這裡有沒有 欸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有時候我們找網頁會不會遇到那個網頁不存在 比如說我下面有結果 Google找出來有結果可是我點下去之後 哇那個網站可能也許現在不能用 那可能你昨天看的時候還有 我們一定有出現這個情形 可是你有沒有試過按一下這個 小小三角形 你有注意過嗎 平常可能沒有對不對有的也許有有同學有注意過 現在的話應該好像是好像沒有分享 好像只有這兩個 還是三個 就是 這裡 那麼 如果說 您曾經去過 而且這個時間不會太長的話 你可以試看看 Google的 所謂的業庫存檔 這個呢 應該會有所幫助 因為呢 他會幫我們記錄一下 比如說你看我們進到Google裡面 好我們來找找我們學校好了 我們這樣一找的話你會看到 欸這裡 那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小小三角形 對不對 好我們把它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兩個 類似內容比較沒問題 你可以找相關的 可是呢 什麼叫業庫存檔 這個呢 就是說因為Google機器人 他會怎麼樣 一段時間就來這裡拜訪一下嘛 看看有沒有更新啊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您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什麼時候的 我們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說 這個是 我們昨天的時候 14號的時候來的 有沒有 早上4點多他要來 那時候他有先把你拍起來 先拍起來 就是這些內容 那所以呢他可以看到 完整版 純文字版 或檢視 網頁原始檔 所以這個 有助於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 你剛好 最近 有查過 確定這個網頁有在 可是呢 突然臨時連不到了 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找到他的什麼 頁面 這樣是不是就 比較OK一點 這是第1種方法 可是呢 如果 已經屬於成年往事怎麼辦 江玉恆不是合一手 跟往事乾杯 我要找10年前的中正 要怎麼辦 去哪裡找 Google10年前有來過啊 可是他早就忘了啊 這個時候你就要往下走囉 來我們往下走 給你看一下 好 就要找這個網站了 在這邊 事實上這個網站 上面也蠻特殊的 他除了網頁以外 還有比如說以前我們玩過一些比較經典的遊戲啊 上面也都有收納 好 你看我們就 點進來看一下囉 我先看這個畫面好了 你進去之後呢 就把你要看的網址打進去 打進去之後呢 我們 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閱歷 看你要看什麼時間的 這是這個柱子 有沒有 這個柱狀圖 最早像這個是 2005年的 他就開始收錄了 所以距離現在10年了嘛 對不對 中正更久 中正更久 那點進去 發現說裡面 他的日曆裡面 有不一樣顏色 就表示那天他要來 那天他要來 有沒有這樣就點進來 那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馬上進來看一下囉 這邊呢 我再新的分頁來把它打開好了 如果你不需要他關在裡面 你按一下新分頁 有沒有就獨立出來了 變成一個新的頁面 對不對 好 那我來 來這裡 點 好那我順便呢 把剛剛我們中正的 你查過的要不要重新再查一次 不用喔 有沒有一個叫瀏覽紀錄 有對不對 對啊 不要客氣呢 你看我們有那個更多工具 應該是叫做 因為我現在無痕模式 所以那個不會把我記錄 如果你不是無痕模式的話 CCU.EDU 所以我們來這邊 這裡 CCU.EDU.TW 好按下去了 他說 進來了 喔 你看看 哇 你知道1997年的中正 是長什麼樣子嗎 1997 我們來看一下 點進來 最早的是在 10月13號他有來過 點一下 你不要嚇到喔 還好那時候你沒來對不對 哪有差那麼多 有沒有差很多 這個是可以點進去的 不告然有沒有 你看看 我那時候還在徵求 專任教師一名有沒有 社福系的 點進去 我上次去那個草屯商工更好玩 找他們 學校網站 結果 有一位老師他的那個 結婚的日期就公告在上面 然後還有照片 結果那個老師就在現場笑死了 在笑死說 以前怎麼老是你的那個結婚哪一天還有公告在網站上 有沒有 你看 對不對 所以你真的可以找到過去 所以不錯吧 蠻特殊的服務 這個是 比較特別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確實有需要找過去 但他不見得所有的頁面都有收入 但是至少可以讓你看到一些 就是一些片段 搞不好你的資料剛好有在裡面的 這是 第一個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大家 網站博物館 大家比較少去的 對不對 其實他上面 像我剛剛講 還有別的 還有別的 有興趣你可以讓他網站看看 他是一個非 銀利性的組織 非銀利性的組織 對對 如果說他這個網站已經社交的話 是檢視他有問題嗎 還有 十幾年前中正網頁 主機早就不在 他是被他收納在他那邊 他把他包起來 對對對 他等於說網站在那邊 當然這裡其實會有一個 我們會有一點引誘 類似各自的問題 如果說以前的網站裡面有一些個資 他也順便了 那你可能要寫信跟他講 我覺得這個網頁內容不太適合 可能要請他下架 這樣子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因為我部落格有寫過一個文章 萬一 你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有發現你的個人資料 被登錄在網站上 就是能夠搜尋的到 請問你該怎麼做 沒有這個困擾 沒有這個困擾 因為大家都是Nobody 你不能這樣說 有空的話 要常常Google一下自己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這樣知道嗎 因為呢 你搜尋一下 你會發現 原來 除非你是那個蔡世民 知道什麼是蔡世民嗎 蔡其他名 蔡其他名 宜君啦 還是說那個 那很多的也許不見得找到你 但是如果你的名字 一眼就知道是你的 那真的拜託你 要 定期搜尋一下 如果沒有定期搜尋 沒關係 待會我們有介紹另外一個 叫Google快訊 你可以用一下 他會自動 有找到你的資料 就把你寄來給你看 這樣了解 好OK 所以第一段沒問題了